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CJN Support,我是卡尔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 这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赛事分析影片哦 如果你有想和我讨论的都可以在下方留言,我都会尽量回复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欧冠的十六抢赛第二战 总共有三场赛事的这个串冠推荐 以及我怎么看这三场比赛的 首先第一场呢,是明天早上四点 凌晨四点 切尔西主场对阵多特蒙德 上一战是多特蒙德在主场的1比0取胜 虽然呢,最近多特蒙德是拉出一波非常夸张的连胜记录 但是呢,多特蒙德近期是有一些隐患的 主要是呢,他在主场的时候是踢得比较好 没错,但他在客场的时候其实赢的球并不是这么的多 而且在这个德甲这边呢 目前他上次对战莱比锡的时候 其实双方是有互攻的这个场面 那只是可惜拉比锡没有在这些优势上面建立起这个得分 那多特蒙德这边呢是运气比较好 那也有两次是这个 那个禁区里面 那有一次是一个点球 所以说,其实多特在对战莱比锡的时候并没有这么的有优势 但只是莱比锡可能运气差了一点 那切尔西呢,上一场在英超的赛事里面我们都有看到 就是他靠这个头锤啊 就赢球 1比0赢了这个李智连 虽然1比0赢李智连并不是什么很厉害的事情啊 但是可以证明说切尔西他们目前这个进攻是有找出他们的方向了 那一场球呢,他们的这个进攻次数是非常多的 那上一场在多特的主场呢,他们其实设政率是蛮高的 但是主要就是射不进球 那切尔西如果把这个设政率呢 改换一下这个战术就不要用踢的 用头锤啊,或是一些角球定位球的方式 不要说直接用攻的,组织用攻的话 会比较有优势 在上一战他们这样子对李智连达 下半场的时候就有创造很多机会 虽然没有那么多进球方 但是多特蒙德呢 就是一个隐患就是 他们的身材并没有那么高大 所以在征球的这个部分呢 他们是有劣势的 那切尔西在这个方面可以透过这些角球跟定位球呢 获得一些胜利 但是上半场呢还是要看一下 双方是怎么样做一个攻守的 到底是谁先攻谁先守的这个态势 所以我认为呢 这一场切尔西应该可以在主场获胜 但是比较大的程度也是一个1比0 所以我推的这个是2.5小 那这1比0主要是1比0之后他们就会进入延长赛 因为这是一个欧冠赛制的限制 所以1比0之后他们会进入延长赛 那我们就是只推这个90分钟内的正规时间 那我们推上半场0比0 因为主要还是看一下双方 在上半场这些防守跟攻击方 两边的这个战术 他们可能会做一些转换 所以在下半场的时候我们才会发力 接着下一场就是本飞卡对战不如日的比赛 那上一战呢 本飞卡在客场就已经取得2比0的领先了 那这一场呢 他只要不是两个球 他都可以直接赢 那但是不如日呢 那这边是近期在联赛也是并不是太顺利 那本飞卡算是过得还不错 就是一个四连胜这样子 那不如日虽然是在客场输的比较多 但他现在是面临这个欧冠的这个压力 我认为他这一场应该会就是摆出比较多进攻的这个阵型 来去对本飞卡做对替 那本飞卡呢 主场上面也不可能说没有进球 虽然他目前他就算是输一球都可以赢 但是他应该是不会说不进球 那这一场他只要合局就可以直接晋级这个欧冠 所以我们这一场会推这个合局 那大小分就2.5小 那比数方面就是1比1 接着我们来推这个后天的这一场 就是拜仁慕尼黑对阵这个巴黎生惹曼 那拜仁慕尼黑呢 上一场是1比0 在客队客队的时候战胜这个大巴黎 当时这个姆巴佩呢是板凳处罚 那这一场应该是可以直接先发 那时候他是可能有带伤 那后来就是有上上来踢了一下 就完全逆转这个整个战场上的这个进攻节奏 所以只要姆巴佩有在场上 整个这个球队的进攻啊 就会变得非常夸张的快速 然后拜仁目前是招架不住的 主要也是因为拜仁呢 上一场呢这个 在对战这个大巴黎的时候啊 最后面90加2的时候有一张红牌 那这个红牌的部分是一个后卫 叫做帕瓦德 那他踢的这个位置呢 他踢的位置是这个右后卫 那这个位置刚好是对到姆巴佩左边的这个位置 那如果他没有办法上场的话 替补的这一个先替补进来的这些人 能不能挡得住这个姆巴佩的这个攻势 我认为是蛮难的哦 尤其是近期的这个法甲赛事中啊 就是不管是主客场啊 巴黎都是获得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 尤其是一个三连胜 除了说对战那个里尔那一场我也有看 他是主场原本是落后的 那最后就是姆巴佩这个美开二度 先在87分钟还88分钟的时候进了一颗球 那最后梅西在90加7加6的时候 这一个定位球绝杀哦 那是非常好看那一场 那这个士气就提上来之后 他们后来做客马赛啊 马赛是法甲第二名 他做客马赛3比0完封 那 又上一场又回到主场 对阵这个南特 就是上离拜打这个欧巴的这个南特 那他是4比2 赢球的 所以近期这个进球状况 尤其没 姆巴佩又是没开二度 在这个对阵马赛的时候 跟对阵里尔的时候都被开二度 那 在这个对阵南特也是有一颗进球 所以说整个队内的这个进球的能力啊 都比这个拜人还要强 而且拜人目前是有这个缺人的 尤其是这个后卫缺了两个 这个防守上面可能不太OK 尤其上一场又有一张红牌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右边路的这个部分 非常需要注意姆巴佩 那我认为这场克胜的几率很大 即使这个很多这个盘都不看好巴里圣 惹满 但我认为克胜的几率是比较大 那大小分这边推到就是2.5大 那比数方面会给到1比2 以及这个1比3 那也推荐这个双方进球 因为拜人这边还是能进球 就是他的防线上面可能会招架不住 所以我们也推这个上半场就是大巴黎 这边会先取得优势 好 今天的分析到这边 谢谢大家